那我們就正式進入到我們今天的簡報裡面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呢 您剛剛有體驗過的 你會發現科技越來越進步 所以我們可以應用的東西也越來越多 那老師呢 我們的教育環境變了 學生學習的型態改變了 你會發現現在老師自己應該有很多機會是怎麼樣 在線上看影片學習對不對 或看網路的文章也好啦 很多人發表的 你可能在上面就做學習了 那老師的教學方法可以改變嗎 當然是可以的 當然可以 我們目標沒有變 可是方法我們稍微改變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其實像這樣做簡報的方式也可以不一樣嘛對不對 也不一定一定要用PowerPoint 偶爾換一下會比較有新鮮感 我都用免費的而已喔 所以這個比較類似像新制圖的簡報 那麼現在就像我剛剛跟老師提醒的 就是我們現在教學裡面 教學現場常常常 應該很少是熱烈討論的吧 都是不得已的喔 同學都是啊 老師你既然叫我 我也不得已才上海 有些還是打死不承認 不上去就不上去嘛 你也拿他沒皮條喔 OK 那所以呢現在常常都是就只會滑手機 你實在就是老師教學上說真的也會比較不OK 那麼我們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是老師想要的 甚至當你轉換的角色 如果您當學生的時候 你想要什麼樣的什麼 上課方式對不對 因為老師要不要進修 也要進修啊 才能夠學習新知識嘛 所以呢這個地方您在那個 您的那個 講義上面有沒有 我有QR Code 老師要回答 連上去回答看看嘛 在這邊 我也把那個翻開給您看一下 在這裡 您如果 沒有從那個紙本的 這裡我有準備QR Code 雖然蠻小的 但是應該掃描的到 在這裡 您這樣掃描的到嗎 這個右手邊這個 您可以回答看看 等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大家覺得您當老師的時候想要什麼樣的工具 當學生比較想要什麼樣的工具 那我們的學校數位學習平台也好 或者待會我介紹的這個OneNote翻轉學習平台 看能不能滿足老師的需求 好 那我就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的統計結果囉